口罩2.0网购明早9点上线 健保快一通app3步骤轻松认证预约 照实名制自2月6日推出以来 原美人每卡7天只能购买2片 一个月后3月6日起调整为可买3片 12日更将推网路预购通路 全面升级为口罩实名制2.0 民众可透过健保卡自然人凭证登陆平台 或可借由健保快一通行动app认证预购 预购登记截止日为18日 口罩实名制2.0于12日至18日 开放预购3月26日至4月1日的口罩 预购成功者会收到简讯付款通知 19日起于期限内付款 网银、信用卡、ATM转账等方式 不收手续费 26日起即可透过身份证、健保卡、驾照等取鉴 如民众想用健保快一通app购买 与应用程式商店下载后 需先完成装置认证0.1 开启app 进入装置认证页面 认证需用4G网路3 已注册过健保卡网路服务者 会自动跳到最后的装置认证完成认证后 等12日卫服部将功能上线 即可透过app预购口罩 此外 民众也可透过健保卡自然人凭证 登入平台 尚未公布 预购 无论用手机还是电脑网路 都需要先完成身份认证 如想使用电脑网路购买 就需要插卡进行健保卡网路注册 而不想插卡的民众就要下载app进行装置身份认证 等12日功能上线才可使用 此外 民众也可透过健保卡自然人凭证 登入平台 尚未公布 预购 无论用手机还是电脑网路 都需要先完成身份认证 如想使用电脑网路购买 就需要插卡进行健保卡网路注册 而不想插卡的民众就要下载app进行装置身份认证 等12日功能上线才可使用 口罩实名至2.0首轮线上预购属式营运性值 仅能购买成人口罩 出估可提供700万片 约233万人份预购量 供量将适式营运状况后再行调整 实名至2.0网购五大QA 1.预购拼网速吗 实名至2.0预购不向强演唱会 比谁网速快 只要在12至18日登记预购就可以 供货量不足将会抽签决定 2.购买规则及价格 每7天可买3篇 1片5元 每笔订单物流费7元 总花费22元 3.如何付款 结束预购后 19日起将会收到简讯通知付款事宜 民众可以用网络银行 信用卡ATM转账付款 手机预购只能在ATM付款 此三种方式皆不需手续费 4.怎么领取预购的口罩 3月26日至4月1日 民众可持健保卡驾照 身份证也可 或系统发放的购买凭证 前往超商领取 带领者亦需持上述证件 与其未领视同放弃 5.线上订购后 还能去药局买口罩吗 完成线上订购者 3月26日至4月1日 就不能到药局买 其余时间仍可到药局购买 购买规则与现行相同 相关报道 口罩不够用了 北韩官媒释出宣传照 口罩竟然用批的更多